什么叫做自由 我个人在我的私人生活 在我的工作生活 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达到一个 让我自己很满足的一个状态 我今天想要跟着康德追寻自由 然后我要分享一下一个 我做过了好几次的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是四个演讲的第一个部分 那这个演讲的重点是自由 那自由当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种主题 对我来说的自由 有可能是跟别人不一定算很自由的一个情况 那我今天想要从启蒙运动开始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自由 那为什么刚好是在十八世纪 很多哲学家开始讨论这个主题 那我们的起点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 我怎么能够达到自由 第二个问题是 那我怎么达到一个尊严 很自尊的一种情况 第三个问题 我可以使用哪些技巧 那第四个问题是 这些让我达到自由的那些技巧 这些方式 我怎么能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 在我的私人生活 日常生活 在我的工作的地方 还有在社交的情况 人跟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开始最重要的是 我们先要分析出来一下 那个没有自由 没有满足的那个感觉 是从哪里来了 哪一些原因 那第二个是 平常是说 没有自由 因为压力大 可能工作的情况很不理想 然后这些压力 到底是从哪里来了 这个我先找出来一下 这个问题的原因 那分析出来这些原因 压力的原因 个人不自由的感觉的原因 而会使用 奇蒙运动的思想 那奇蒙运动 很多人就听过了 奇蒙运动是一个 18世纪的 哲学上的 还有科学上的 欧洲的行动 那一位非常重要的 奇蒙运动的一个思想家 是Denis Diderot 他写了一本书 他开始收集 他们当代的 全部的指导的学问 那本书是一种 以前的Wikipedia 所以是一个Encyclopedia 那他拿所有的那个书名叫做 Encyclopedia ou Dictionnaire Résonée De Science,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所以就是一个 理性的一种Encyclopedia 那他们在那边就是收集 他们所有的 指导的 关于科学 艺术 还有职业 社会的 细节 那么他们开始对一种 基本的一种 想法有兴趣的 那这个想法 还有那个思想的方式 就是理性 很多人应该是听过的 那个Reason 那就是那个理性的 那Den等一下 我介绍康德 那就变成Fernunft 这个就是我们理性的说法 然后我们就使用一个 理性的看法 分析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个人 在社会的角色 我们的形态 什么都使用一个理性的 一个看法 分析出来的 那为什么 一定是要用一个理性的看法 为什么没有用一个 非常非常个人的 一个主义的看法 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我才可以 比较客观的判断 我个人的情况 那目的是 我拿来那个理性的思想 那我就是可以发展 而且我可以达到一个自由的 最理想的自由的情况 很重要是 他们也是觉得 如果是用一个理性的一个方式 这是一种 我才可以当一个成熟的一个人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无法判断自己的情况 无法判断我那个在社会的角色 这个表示 我还卡在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情况 所以是一个成人的话 那就只能经过 其蒙运动的理性的一种过程 那就可以找出来 他理想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当然是用理性 这种的方式分析自己的一个角色 那自己的情况 还有社会 还有我跟社会的关系 那他们当然是发现了 有可能社会自己是一个问题 那可能社会没有提供个人一个好的方式 就让它发展 还有达到一个自由的一个程度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有可能社会就是一些 没有提供人家自由的思想的一个环境 如果是这样人家被压的感觉 那觉得我不可以表达我的思想 不然的话 有可能会被关起来了 或可能会被杀了 那也只是 我们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社会 问题是怎么改变 是从个人开始改变 这样才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那所以他们其实 以前在那个17世纪 已经有一些思想家 一些哲学家 那他们是谱好奇蒙运动的思想的路 第一个当然是René Descartes 大家就听过了 Cogito Ergussum这个句子 还有Jean Jacques Rousseau 两个都是法国的 那最重要的 尤其对德国当然是 Cander Immanuel Kant 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Descartes 那第二个是Rousseau 那再来是出现了Cander Cander是1724到104年 然后他其实开始定义 什么叫做奇蒙运动 你如果在德国上国中高中 你们都会被Cander 他的原则 很重要 因为你是要定义一下 人家的自由 从哪里来了 而且我为什么没办法 达到一个比较自由 自己的思想 那是怎么来的 Cander其实很重要 他是强调了 那是我自己来了 因为我自己就懒 我懒得用我自己的头脑 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解释一下 然后那个Descartes 之后讲到一下下 看起来有点像豆豆先生 然后他就是一个法国人 Cogito Ergussum 我们大家都听过了 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过在 那这个就是没有思想的话 我不知道我有思想 还是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 那我根本没有意识 我不存在的 那所以他就是很重要的是 人家想要学起来一下 怎么判断一下 自己的那个存在的感觉 我知道我有想法 我知道我存在 那我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人 那时候是几世纪有多独立的 也没有独立到哪里去了 因为他们那个社会在欧洲 那时候是非常非常不自由的 那这个我只有给你们看一下 Rousseau 他很重要的是因为他印象到 康德还有别的重要的哲学家 那他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一直会问 我怎么教育个人 一个人 那让他变成一个自然的人 然后这个怎么可以都是一个自然的 一种那个大自然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人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人是在一个不自然的环境长大的 那Rousseau很想要让个人 回去一个我们西方社会 之前的原始的社会的一个情况 他觉得我们以前活在一个Golden Age 一种黄金时代 没有财产 大家都什么都分享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种那个很平安的一个情况 我们当然知道 没有发生过这种的一个环境时代的 所以应该是想反正人一直打来打去的 那就还蛮恐怖的 反正但是认为 都是像一种 可以说从天堂掉下来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是一个 在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长大了 那这样当然是人家会被带坏了 不可能会有一个理想的 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 那形态当然是也会被影响到了 也是受害的 所以他就是觉得是 我们现代社会很有问题 那这个社会不让人家 到一个很自然的生活的一个情况 他说一个 Civilized man is a fractional unit that is dependent on its denominator and whose value consists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hole which i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所以一个所谓的文明的人 他就是完全依赖这个社会 那这个社会那个结构 还有它那个行政系统 当然也是 它就是会定义人家的价值 一个人有没有价值的话 是要判断一下在他的社会的角色 那还蛮合理的 但是他觉得是一个 一定要改掉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觉得是 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一个办法 你要让人家当一个自然的人 一个natural的一个man 那他觉得是一定是要经过教育 所以他强调教育系统要改 他自己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叫做Emile 那在那边就 是一个experiment 一个thought experiment 他就是想要介绍一下 怎么理想的教育 一个小孩 那从小 从非常非常小 刚出生了到长大了 那一个教育的方式很棒 然后就不要 真的是觉得是他 自己很理想的一个爸爸 他有小孩子 那他其实把他们送到 古尔院去了 因为他们吵 他写他的文章 那就没办法很平安的写 因为小孩子太吵了 所以把他送到古尔院去了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爸爸 他没办法使用自己的原则在自己的教育的情况 养他的孩子的情况 那所以他其实想要就是让人家变成一个自己的主人 那是一个独立的 那可以决定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事情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也是有那个成熟的那个程度 还是要给他培养出来的一下 那就是理性的一个方法 不过他他比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那我们这样子这个古尔罗 那康德他就是有受很多那个古尔罗的那些思想的影响 不过康德他后来是要批评到古尔罗 因为他觉得这些方法也是不理性的 当然答的问题是 有没有太理性的 还太不够理性的 这个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 不然的话 因为康德也是说 我们不能到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一个pure reason 就第一种那个百分之百的理性的一个生活方式 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康德最大的问题是 我该做什么 我该怎么办 那这个就是他从头到尾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最理想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 那问题他当然是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个人 我们是个人是在一个社会的环境 我们就是个人在一个社会跟别人互动的生活情况 那也就是他当然了解我做什么什么事情 又会影响到别人 我当然是会受别人做的事情的影响 这个就是一种那个互相的一个过程 那最重要的是康德他先定义一下 期盟运动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人家就是说 对我们已经需要期盟运动 我们需要改善我们的一些思想 那问题是怎么样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那第二个是 那一个情报应该是什么东西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其他的 他就是这样定义的 那他说那个期盟运动就是一种方法让人家走出去了 就走出去了什么地方 就他的那个 是自己的自己走来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情况 然后那个不成熟就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种那个无能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那个我没办法用我自己的思想 我一定需要别人叫我想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我需要经过别人 那就是我才知道我的思想要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种无能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来的问题 我的错 为什么 因为我太懒了 因为就是听别人的话 当然是比较方便的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头脑好累 所以他说 是要改变这个毛病 所以你必须有这个毅力 改变自己的情况 自己的不理想的生活情况 那康德他当然是造很多麻烦 因为那时候平常是这样子 有两个institutions都会叫人家做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政府 比如说国王 那第二个是天主教 基督教 宗教 然后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讨厌 康德的思想 你怎么可以给人家一个方法 一个说明书就改善自己的生活 怎么让他 就这样子就放弃我们当他的领导人 不行了 所以康德一直跟他们打来打去 那他有一阵子也不能出书 那最后就禁止讲宗教的坏话 他自己其实觉得宗教是一种那个 全球一个general的一种道德概念 那他说不管是什么 基督教 佛教 印度教 谁知道什么教 他们的那个essence都一样了 那所以他们道德的原则 我们就可以这样过滤掉了 那最后我就是拿了那个道德 我不一定要靠一个固定的宗教的 那所以他说 那这个很重要的 康德觉得是每个人就一族人了 那就是天生 就是一种那个道德概念在他的心里 然后所以他就是说 我们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好的 那什么是坏的事情 那问题是 也是我们就会忘记 然后就如果是在一个不理想的一个环境的话 那有可能我们没办法听我们心里的那个道德概念 他的目的其实是说 我们是要让个人自由的 那意思是那个 我知道那个社会给我一些limitations 然后有一些规则 问题是我自己要先判断一下 那些规则到底是怎么样 是理想 那我是用我自己的那个思想 我用我的理性 我的道德概念要判断一下 这个适不适合我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是要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方式 那所以是那个 他想要让每个人负责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一个 不算自己的主人 自己的生活 我们就是全部从到尾 自己安排了 自己计划了 那就是不会经过别人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康德他的那些自由 也不是说一个 完全百分之百的自由的情况 那种东西不存在 我们自由其实有限 也没有structure的话 我们也不会有自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可以说 我是在一个 比如说像那个 如果说觉得 我那个golden age 我回去了 我活在一个那种 天堂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自由 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规则 不可能 没有规则的话 你不会有自由 然后一直是那个 又来了我们看那个relation 我在那个社会系统的话 我其实规则是什么东西 那我的那些选择 有什么东西 那所以是我一直要比较 我自己的情况 还有我们那个系统 它的规则 那康德 它把自由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quantitate 第二个是qualitate 第三个relation 第四个modality 我解释一下 quantitate意思是 我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然后就看一下 我自己 我分析我的环境 分析自己的情况 我的原则是什么东西 那再来 我是要分一个客观的一个看法 不是个人的看法 那就是说 我会看一下规则是什么东西 那再来我把那个客观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那就合起来了 那这样也可以过滤一下 然后看我最后 那我要有什么选择 那第二个部分是那个品质 那个quantitate 所以意思是我们有 practically and this begins 那意思是 我们就是在一些 实用的一些规则 还有practically and this underless 第一个是 我可以做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 我不能做什么东西 还有第三个是 有时候有一些 例外的情况了 有可能是有一些 事情就是 不是完全被允许做的 但是在某些情况是可以的 所以是我必须搞得非常清楚 我的社会系统的规则 那第三个部分是 relation 就是那个关系 然后就是看一下 我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 personlichkeit 那再来 zustand der Person 我的状态 我的情况是什么 那最后我是要看一下 我那个跟别人的关系 我的情况 他们的情况 所以开始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这样知道的 我要达到一个非常自由的情况 我还是有一个责任 我在社会 不是一个完全就独立的人 没有 因为我做的事情 会影响到别人 那他们做的事情 会影响到我 如果是一个 每个人觉得是 OK 我不用管别人 我是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东西 那这个会chaos 一个乱七八糟的系统 所以最后还是要一个理性的方法说 我其实有限的 责任 那这个现在是在那个 modalität 很重要的 modalität 就是那个方式 dass erlaubt 那这些责任感 义务是最重要的 义务是什么 那最后 我有一些差别 如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义务 那这样不用讨论了 这个就我必须做到了 那有一些有可能是没有完全的一个义务 那这样又来了 我有一点的那个freedom 我就是可以判断一下 我可以到哪一个程度了 我要达到一个自由的一个情况 有一些需求 我要符合的一些需求 然后那个counter的概念是 他刚才是定义的那些部分 我如果是符合他们全部的那些需求 那我就是自由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自由也没有表示我没有义务 我不用负责任了 没有是相反的 他就是觉得 所以这些情况 那我自己在社会 跟着一些问题 那我先分析一下 那我这个工具就是理性 然后他其实这样子说了 那他其实这样子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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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慾望 其实是幸福 我们想要快乐 然后其实我们的目的 是一个快乐的一个生活 那当然是一个自由的生活 也是让我们快乐 那可能我很多选择 我很多方法 都选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个当然是理想的情况 当然很多听这种演讲的人 他们会说 OK 期末运动很棒 是80世纪 是200多年前 OK 那这个到底会跟我有关系吗 我们现在在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21世纪 我们是Internet Age 我们都是用手机的 我们的工作情况 跟以前不一样 那所以我可以用 那么古老的一些原则 改善我自己的生活吗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 根本跟那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个人活在这个社会 那我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 那我不满意的话 不满意我的生活 不满意我的工作 我一定要找出来 一个改善的方式 然后这个我该怎么办 康德的那个理性的概念 也是有帮助了 那我常常是用 那个1920年代 德国的情况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是只有 跟我们现在有关系的 没有 1920年代 也是跟康德那时候 期盟运动有关系的 情况一样了 我们就是一个 比较乱的一种时代了 然后这样当然是 很多人就是一种 那个不稳定的感觉 那觉得是 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那些社会 会往哪一个方向 那时候当然是 1920年代 刚打完了第一次大战 然后就社会改变了 德国变成了一个 突然是民主的一个国家 那德国人不知道 民主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说 我该怎么反应 那我现在 那个角色改变了 我平常 我知道我们那些 皇帝 然后都是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 自己听他们 就OK了 那现在说 你现在民主 你现在自由 你自己想办法 那他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过办法 我该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哲学家 心理学家 Wilhelm Reich 他1897到1957年 他是有趣的 因为他也是看他当代的社会 然后看到很多人 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很多人一直觉得 我个人没有自由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我被压下去了 压力很大了 那赖西就很有趣 他就是写一本书 叫做 The Kleinermann The Little Man 那他就是要针对 一般的平民 现代社会1920年代的平民的情况 写一本书 那他在那边分析 那个现在是那个平民 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的个人的情况 那他自己觉得 他们是一种奴隶 到底是他们是谁的奴隶 政府的奴隶吗 社会的奴隶吗 不是 他们就是把自己当奴隶了 因为他们没办法改变 他们自己的那种不自由的情况 后来的康德 好像是我自己的错 是我自己害的是不是 因为我有可能是太懒了 我明明有办法改善我的情况 但是 这个还是要努力一点的 他说 所以被骗了 被压了 那问题是 你就允许别人压你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说不要 我不允许你压我 那他们也没办法 那所以他说 这个就是他们当代的社会 很喜欢聊天 把卦 他说 有点像 但是那种对话是没有内容的 那他说 你自己就把自己压下去了 你自己把你自己关起来了 到你自己的个人的监狱了 还有最后 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图片 只有你自己可以让你自己自由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图片 你们看到 他就是被绑起来了 那其实他 这要放开 他这条绳子 那就自由了 问题是他死也没办法放开了 他咬得非常的紧 所以 他有办法自由 可是他 就没办法 Let go 那所以一个 赖西 他也是有警告大家 如果个人不处理个人的冲突 整个社会会往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方向 这个跟康德 胡说的一个想法非常的像 因为 我自己可以改变我的情况 可是我也愿意做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prisoner 那我们整个社会 那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监狱 赖西的方法 他其实做很多演讲 当然是写很多书 重点是 他想要教育大家 那怎么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比较自由的一个情况 很重要是 有可能是有一些规则 那那个规则有没有适合我 我自己先判断一下 这个就是说 我可以 就有自己的思想 我分析一下 那最后 其实我可以 不要完全配合 那所以 这个就是说 我要找出来一下 也是适合我自己个人的方法 这样我才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有尊严 还有自尊的一个感觉 所以开始负责任 而要做自己的决定 不要让别人决定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开头 一开始的问题 第一个 我怎么达到自由 第二个问题 我怎么可以就收到一种尊严的感觉 第三个 技巧是什么技巧 那第四个 我怎么使用这些技巧 用在我的日常生活 在我私人生活 在我的工作 还有在社交 这些问题 不是只有奇蒙运动的问题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当然也是非常的有关系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summary 是我的平安座的四个演讲的 第一个的一个小summary 它是enlightenment 奇蒙思想 独立自主的个人 那我第二个部分 那就是idealism a user's manual 梦想 会课解 第三个是 human dignity in everyday life 奇蒙思想 尊严与生活 那第四个部分是 revealing the shadow facing past conflicts to change one's future 坦然面对冲突 那我希望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奇蒙思想 还是蛮重要的 那以后会有更多这种影片 讲到德国文化 德国思想 德国哲学 那我希望要谢谢大家 下次见